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原色5.0 流血之中部落紀文尋找神秘島之人 加神秘島的傳說加神秘島之旅 好,這邊的話開啟任務專做模式 好,這邊先做第一個 好,這邊先做第一個尋找神秘島的人 然後我們看向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從這邊走 好,這邊比較好游過去啊 東南,東方向地圖右邊 過來之後呢,這邊有個鯊魚 這個可以變成這個魚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游泳了 這邊游過去啊 鼠標右鍵的話可以加速啊 東方向地圖右邊 好,這邊過來 好,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東方向地圖右邊 東方向地圖右邊 好,這邊過來 好,這邊要擊退 好,這邊要擊退 擊退他們,然後我們按Q鍵 回到我們人 然後你這邊自己打一下 然後你這邊自己打一下 好,那這邊任務就做完了 然後在我們旁邊這裡有個錨點啊 然後來這邊開一下錨點 然後來這邊開一下錨點 好,這邊是神秘島的傳說 然後傳到這個流泉之眾左下角 好,小地圖上方 然後從左邊這邊上來 好,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地圖上方 好,去到下一個任務提設地點 好,去到下一個任務提設地點 好,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我們去到這個任務提設地點啊 好,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這邊畫的傳過來 好,小地圖上方 好,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北方向地圖上方 然後來,繼續 好的,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東方向地圖右邊 好,這邊對方化之後呢 然后来到这个任务提携的地点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继续 北方向地图上方 小地图上方 然后走过来 接着是第三幕啊 值得托付资人 然后我们这边传会许 西方向地图左边 接着 过来点任务最终啊 去到任务奇事的地点 好 过来之后呢 右边 从右手边借个木梯子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啊 然后这边跟着任务直引走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北方向小地图上方 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 然后直走 好 过来之后呢 在我们的左手边啊 这个位置 来对画 对完画之后呢 东方向地图右边啊 然后过来 在我们旁边这边有一个房子啊 来到这个房子这里 好 对完画之后呢 在左边 这边继续对画 好 对完画之后呢 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地图下方 好 顺其边走过来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我们把时间调到第二天 8点到12点 好 下一阶段任务 骑游龙的聚会 然后这边 温泉之众上方船过来 好 过来之后呢 回头 东方向地图右边点任务追踪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要去到这个任务提示的地点 我们来到龙水域右边这个7点障像船过来 好 过来之后呢 来点任务追踪啊 啊 淹死了 好 然后从这边 过去啊 这里的话 注意控制好体力啊 好 这边的话 你从右边这边跑过来 或者你从这边 跑过来都可以啊 自己跑过来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来继续跟着它往前走啊 好 這邊對話話中了 來 繼續跟著馬拉尼 好 OK 這邊的話繼續 這邊需要慢慢跟著他往前走 所以的話注意稍微躲避一下 好 这边我们继续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左下角 这个七天神像传过来 这边近一点 好 然后朝着任务指引的方向走 小地图右下角 瞧我的 这边对完画中的下一阶段 天空与海的谜题 然后我们要去到这个位置 右下角 这边的话传过来 好 过来之后呢 西方向地图左边 然后在这边的话有个 有个石头 来把这个石头给来打吧 打完之后呢 打一下这个面前机关 然后深层道路 顺利便走开来 然后触碰 好 这边拿完之后呢 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好 这边的话也是 触碰一下 好 接着这边的话 我们长按一技能 然后做出滑板 然后这边靠近它就可以 挑战这个西道了 然后这边按空格 这里的话要记得按空格 跳过去 好 然后按空格往右边跳 好 然后 这边完成了 从这边上来 走上来 然后这边触碰 好 然后我们这边 往左边跳 好 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再来到左边 往左边跳 嗯 好 下一个燃速节点 来这边切换一下路线 好 然后 诶 这边的话 错过了 错过了 应该往右边跳的 但它应该会绕一圈啊 然后我们这边绕一圈 好 绕一圈 这边往右边跳啊 跟着任务指引的方向走 下方有这个烈锡 我们就要跳啊 好 然后这个挑战的话就完成了 好 这边队完画作呢 东方向地图右边 然后我们这边按一下T键 好 变成这个鱼 变成这个鱼 鱼 变成这个鱼 然后往前游 东方向地图右边 好 这边队完画之后呢 我们看向西方向地图左边 然后长按一技能 切换出我们鲨鱼 然后往前走 好 从这边跳 然后这边跳一下 好 再往前跳 这边的话我们按右键 按右键的话是可以加速的 好 这边队完画之后呢 在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副本啊 好 这边队完画之后呢 我们接到下一阶段任务 神秘岛的真相啊 然后小地图上方 接着这边队完画之后呢 直走 然后我们要游到这个漩涡里面 这个漩涡进去之后 会把我们传到一个副本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宝箱的话 是需要拿的啊 如果说你错过了的话 这个任务回头的话就拿不了了 好吧 这个话必须得在任务过程中拿啊 这三个宝箱 好 这边过来之后呢 按一键然后跟任务指引往前走 好 从这边下落 然后这几个宝箱一定要记得开啊 错过就开不了 这边是第一个宝箱 好 好 解决掉之后呢 旁边这里有一个宝箱啊 副本宝箱都是不算成就术的 然后错过了就拿不到了 好 这边拿完之后呢 小地图上方北方向了 好 这边走过来 这也是第二个啊 普通宝箱 好 这箱子拿完之后呢 小地图右上角 呃 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啊 这边不想因为滑下来了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墙角落这边 好 贴这个墙边远 这里有个宝箱 来这普通宝箱回收一下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来观察 好 观察完之后呢 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地图上方 然后走过来 这边有个闪光点 调查 这个看完之后呢 小地图上方 好 这边是最后一个 好 这边对话话说呢 来 千怪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长按一键 然后召唤住滑板 然后继续往前 这边点鼠标右键可以加速啊 跟着直音走就行了 好 敲一下 我们这边直接落下来也没有关系啊 切封之意 他还是可以直接落下来的 还是会变成鲨鱼形态 不然 你 未来的向导 你刚刚完成了就连我也无法轻视的挑战 而我 也终于有机会向你讲出我的故事 好 这边过完剧情之后呢 流泉之中左下角 好 传过来 好 好 好 对外换之后呢 西方向地图左边 然后 然后继续往前啊 这边的话没有比较近的路啊 很老老实实跑过去吧 好 这边的话这个任务就完整的做完了 好 那这边的话这个任务就完整的做完了 我没来看 贸河